早晨歡迎大家收看馬迷早晨的環節 昨天大家的美場應該收穫不錯 其實也不是的 只是頭場冠寶區或者中間不同的瑪亞多利神區熱熱一點 但你也會在1QBOX中注重到Q 不算太過難的場次 昨天為什麼IG跟大家說應該有收穫 也是跟大家這樣說 當然你要即場看到Live 你要留言到和Anna一起看 右下角也有顆四星龍珠 你可以訂閱賣才能幫到你 你要將你的時間變成錢 除了看這個節目之外 也要增長自己的知識 我們頭場講一下早餐賽事 就可以幫大家把馬匹排序 你大約知道的機會會如何 還沒說之前 記得還沒訂閱這個頻道 有下角訂閱 記得追蹤我的IG 星期日跑10場賽事全草地A加3 經常都爆冷 和B跑道差不多 小心點 當然跑31號 希望大家知道時間上會是12.9開跑 大家都要留意 不是1點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我們頭場 早餐賽事終於都不是大比了 早餐賽事終於都不是大比了 突然播了另一個 立即會看到有不同的馬匹排序 給大家看 第一隻全程露通 雖然這場有機會是大熱門來的 但是兩次都貼給大家 因為五班能夠游不得很低分 救馬成功 當時載之前已經貼過給大家 我說我很少貼五班馬低分給大家 這些馬表現到它的強力 不會只有一次 事實也是 今次頭圓再來 就是希望贏得更多 其實會好像你以前看到 也是蔡明少 其實以前有一隻奧龍區 在五班又是 可以不停贏 入Q、入三格、打一打 如果你不只是買WIN 你用來做Q、位置Q膽都相當好 事實上它每場能夠和他串Q 或者位置Q的馬都不是偏熱的馬 無論貼美麗多刑閃耀將神也好 又或者貼到陸續威美麗多刑 其實也是美麗多刑 其實來來去都是那堆馬 而且都蠻好分的 你不要錯過這些尾斷纜的馬 你為什麼要休息 輸10個馬威行不行 是泥地 跑泥地我不敢貼 跑回1,400 沒問題 這場又不回1,400 你說堵死了沒得說 但正常地跑 加多6磅 他不會完全沒有東西給你看 至於放頭的紅人派賽 這場是1200會比1400 都同意的 但是一些比較均速的馬 他在這場跑1400 跑些曾經贏過的賽事 其實沒多久之前 他都跑過一次第四 這次放得太快 輸給全程路通陸續威 你說石哥出得那麼密 怕不怕 你反過來想 出得密便好 減回1分 現在又變39 找回中逆禮也不錯 因為之前泥地 贏馬便是中逆禮騎 所以都沒所謂 不過你說泥地 轉來草地 就好像沒那麼好 但大家要看回同情 這隻馬在五班 只說五班 四班這場你抹了它 因為它是不夠跑四班 事實是 它映贏那次十三倍 那次都有跟波仔貼給大家 之後創高峰的 千四其實也有個第三 至於其他不行的 一是 檔排在十二檔 早段要怎樣 用多了力 放在前面走 結果回來便輸了 又或者 不過贏那隻是刀刃命區 力右或者千四 他入到三甲 其實外檔有時都可以 不過要師傅功力好些 減一榜 不是不行的 不過騎攻沒那麼好 你知道王志宏 現在還是進步中 所以 用中逆禮這些 又不用頂榜 他要放在三檔 都難度不大 三甲不是很容易贏 要看別人對手失準 不過他給到十幾倍 是值得試的 至於轉了仓去 鄭俊偉馬房 這次當然會冷很多 因為高冬妮都不要 但其實這隻馬 本身問題又不大 純粹是分數上不行 高冬妮很有心思 將它減分 減到五班 都算是有些水準 隻馬開始跑近 不過上次走三疊 又氣管又血 所以你見到 追下去騎落母 那次紅中年馬 賺了萬步速 你見到頭三段到59秒24 還不是萬步速 又衝出這隻馬 所以就有血 氣管 跑到吐血 那隻馬 不要太拚了 去鄭俊偉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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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沒有缺貨 這些馬 你說他休息了這麼久 沒跳可以嗎 鄭俊偉知道這些馬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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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操 其實他有跳 不過在近三月頭 開始跳回 試過閘回來 力度又好一點 沒那麼差 而那些短途閘 來地 他都跟到的話 跑千四 雖然檔位比較差 但這些馬 轉倉都是求好表現 鄭俊偉有籌馬 不會不用 難得有些健康正常的馬 這些氣管有血 十歲 他說 我那些大把不良於行 還有氣管有血 有很多的 這些外檔馬 給到賠率 不妨試一下 至於 石哥為何借不到王志宏呢 就是因為 五彭置借了 五彭置借了 今次減10磅加樂班 你說這些從來沒有上過名的馬 行不行 反過來 我又問大家 沒有上過名的馬 你又怎知道他不行 最重要是什麼 這隻馬 以前試習 大家看到 他經常都是擺前走 但是陣上的表現 他可能是抽了14檔兩次 縮了在後面跑 但是追上來的末段 又不算太差 即是說什麼 氣量應付得到 然後又再抽13檔就算了 別管他了 然後戴眼罩 發現怎樣 不適合眼罩 所以五彭置第二次再出 已經幫馬脫掉眼罩 你會見到連馬斯的部署 試一下眼罩行不行 不行 都是出雜品 然後脫掉 其實這隻馬一直試襲 都是擺前的 不過你說 他出雜是否很快反應 不是的 你看看試襲就是出雜門馬 出雜品絕 所以他只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馬擺前走 就可以回復他的真身 今次借了一個見習生 當然不會流口 當然是擺前走 盡量十當 蓋上去 這場沒有什麼補足 只有紅運派彩 比較快 所以十當有機會都會蓋上去 我猜 這場是衝出 減了分 下了五彩 立即借見習生 所以石哥 即是紅運派彩 借不到王子王 不要緊 這隻有機會都一樣是放的 不要留他了 好了 講完這四隻之後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再講一下邊線馬匹 本來這隻是擺第四選 但我想大家都是有能力 或者有賠率機會大 其實競進天下是熱的 上次他和上教一起擺前走 雖然你說上教再出沒有 但是是燒的 那四班 你知道了 剛剛焗草的人 放這麼快怎麼回來 給另一個馬房 一隻馬一起燒 就沒有了 但是 上教後面的怪獸合合 競進天下 其實不是那麼差 這次的檔位一樣在 換了一個更好的騎士 就是潘頓 揹得一磅 試一試閘 然後再跑 我預期這些馬都是容易接近的 不過 他就不是全程路通 就是他大熱門 你願不願意 我覺得 西斯這些 跑二十四次 是嗎? 二十五次 二十五次才贏一次的馬 你買WIN就算吧 省下吧 他有沒有二十五倍給你 有你都是打和 不買就打和 所以 這些馬 他看到的能力不是特別高的話 我建議都是做配腳算 你買WIN 即是MARBO WIN 二重才行頭 你省下這組 至於 起步為家 現在下班 終於肯縮千四 哎 千六 他就叫做 氣量上應付到 走三疊 走多一點 但是問題 就是 這隻馬其實是縮後跑一段最好的 你見到他以前千四 其實他試過 跑最快的末段出來 在慢步速 五十九二四就是紅中列馬那場 問題來了 那個快 有幾快 是否反步速出來 你說不是啊 互力多多也是 喂 那你有沒有想過互力多多 這個第二之後 其實他跟著今季 這個第二之後 他跑兜的圈 下跑千六千八 他是二千 他又贏又上名 即是甚麼 這場後上都是有些能力的 珍珠哥為何再出未得呢 因為珍珠哥葉楚行到 分數未減夠 現在千六他都可以 所以這些馬 那場後上馬 其實不是太差 反而前置馬 紅雲派彩 你不要看那麼高 雖然我貼中 紅中列馬力 多多紅雲派彩 但 起步維加 他就適合要一些 減多些分 你找個騎得騎士 所以 其實不是只有黎超聲一個 其他你見到剛才那些馬 全部都增程 結果 增程 起步維加是對的 但我自己覺得 這一隻馬 他的充勢 在千六 是加速的時間 會短於千四 變成千六他會加速 但到最後 他就開始均速 均速便追不到別人 要不就等別人沒有氣 所以起步維加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在千四跑 你亦都不需要擔心 他的中外檔 因為這些馬 在後上 相對上 他蝕的程度 會比較少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而萬步速 千四對他來說 都未必是壞事 因為他都可以做到23秒頭 五班馬來計算是這樣的 這場是四班 追得近 所以 不要介意他排到中外檔 有沒有上過名 邊線馬冷門 他機會跟競進天下差不幾 但是他冷很多 你買維持Q 我會建議你買這隻 比買判頓 另外就是 極速之星 極速之星這隻馬 他就是同程 這個路程 他贏過一次 同場贏過的馬都不多 為什麼你會選這隻 不是瞬間韓獨贏 應該要試試其他嗎 當時 黏地 他輸給馬林這場 我就錄下了 他說賽事水準高 要多加留意 但是後來 我就在想 馬林這麼厲害 神舟時代一普中環 都應該有WIN 結果沒有 我想一下 可能這隻馬 事後就是跑黏地 會特別好 最近又沒有下雨 所以 他縮落千二 最多得近至 可能減分減到季尾 快步速更加不行 地快那些更加死得遠 所以我想應該要怎樣 下班之後遇到下雨 天氣不好 極速之星 跟他的名字相反 應該要極臨之地 才可以發揮得好 現在 操練 操練那一陣子 都是沒有傷患 不過呢 就讓馬休息一下 不算是很辣的功夫 剛剛下班 先觀察一下 等下雨 再想想 然後呢 就是贏那隻 紅中列馬 靠潘頓十四檔 神級讓路 不是神級騎工 神級讓路 個個十三檔以來的 全部和我站在一旁 等我過來 接著放個萬步速 贏了 我都不知道他相隔六天 做了什麼 WhatsApp IG 總之就是 臨場樂飛十四檔 就贏了 神乎其忌的祭遇 但是贏完之後 你神乎其忌的祭遇加了分 就不會神乎其忌兩次 所以都是潘頓騎 結果樂飛又如何 沒有這樣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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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次他得到近 輸兩個幾馬位 被全程勞通 完全沒有威脅 這件事大家要記住 亦都因為盪位 他十四檔會放前 但是 同樣的萬步速 十二檔又不會放頭 喜歡留後 潘頓 不得意 時次跑法都不同 接著 潘頓不要 我都贏夠了 是時候給你錢賺 當然不會 別傻子 潘頓 唯有騎 豬頭骨 結果回來 甚麼都沒有 又跑回千四 今次又抽十四檔 不過 不是潘頓 變得禮 所以 都不需要太擔心 這些馬 能力不大 基本上 祭遇多好 最多都是跑比 如果很冷 才拖 同情有兩位 不要太浪費 接著又到邊線馬 回來再說 這隻馬 跨鬼減七分 這麼誇張 如果大家不要紅中列馬 其實你要福音多多都可以 為甚麼 因為一隻沒有跑過的馬 你千萬不要因為他試閘不好 你就覺得是不行 他要贏 或者他得 是不會試閘給你看 尤其是閘是不對的 例如蟲化草 泥地 當然你都要看他的鎮賞 但是鎮賞 每次包尾 輸十幾二十個馬位 不得機會大 理論上就是 但去年四月和現在差了一年 他的傷患是為甚麼 因為一年前 左前腳不良於行 所以他就要做手術 關節鏡手術 移除碎骨 發現有痰 所以 跑下馬會痛 當然跑得不好 所以 我們的關鍵就是 我們要去看那隻馬 可以嗎 是要看他做完手術之後 操練如何 試閘表現如何 拍跳的時候速度如何 等等 他試閘都輸二十幾個馬位 一月的時候 但最近 好一點 亦都可以慢慢加速 不過都不知道騎下去會怎樣 但是 這些馬 有道好 他必然是同場 差不多最懶的那隻 你說四年環 你想搏好分 通常是搏這些 有事 他養了 突然回復他真身 他根本可能是一隻死斑馬 你其實不會知道 為什麼會四斑馬 因為這些馬那麼差之前 人家其實為什麼要做手術 拿了左前腳的碎骨出來 他不是因為有這些 所以他才跑得差 你要知道的因果 不是他本身低能的問題 他低能 好像我這樣 低能的 就不同 但是 他的腳有事 先跑到這樣 你移除了那個下 他就不會這樣的 不過問題就是 他的本質有多少 就要猜 猜 沒問題 你給我一個賠率 所以這一場 找了周進來 其實他會有那個賠率 你不要太介意 他本身 他試閘很差眼 這些 如果可以 其實他不會試給你看 大家要明白 你說他真的有騎 他也有追 1200閘 現在跑1400 怎麼同 從化草這麼軟 所以不同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再說 一些重單眼罩誠心所願 49兩隻自己衡量 我也是不會買的 兩隻 位置Q就想想 如果真的有隻膽 臨場覺得很好 就先想 不行 那些通常都不拖 或者買單T四連環 你給他多一格 他會容易走進來 這些就是唯有希望 誠心所願 其實贏那兩邊的馬 不會太差 不過最近 偉達都似乎想更加把這隻馬 再減分 你看到他轉路程回到1400 增程就比縮程 大家記不記得 最近我和貼給大家的八心之威 但這樣放下放下放回來 就是這樣 你以前忘記了他懂得跑1000嗎 他轉個圈減夠分就又回來了 以前喘名 現在沒有就行了 所以誠心所願 以前在另一個馬房 高柏欣 現在轉了去偉達到 他駁過這些馬 試過以前讓他贏過43分 今次下班 其實你忘記了他是 谷草1000馬 戴過眼罩 看1400 他一定是夠快的 只要沒有傷患 根本就是容易 這些馬 你說我不想要陽光燦爛 猜他五彭智借了衝出 都仍是試馬 剛剛下班 然後想把這隻 放回誠心所願 進去又行不行 其實都行 因為這場的範圍 在馬的實力上 並無太大分別 各自有各自的優勢 那順退 你不是和中列馬 附近多多那些 都是傾向不要的 都是的 因為有時候你都要取捨 因為同場實在太過闊 這場範圍 不過有道好 他的確有些很冷的馬 是有機會可以的 例如什麼呢 福恩多多 誠心所願 甚至和大家說那些 起步為家 都是叫做有機會 起碼你不可以一下就畫了它 一下就畫了它 那些在後面 去到之後那隻 勇冠群鷹 試過幾個集回來 力度比之前好一點 我常常和大家說 五班馬要看葉楚行 蘇惟賢他們多五班馬 所以基本上出身都很薄 而這隻馬 比上次什麼小六磅 雖然你說好像跑什麼地都不行 但是前一次跑谷草一千 我們說這些馬 沒有後勁 結果都不行 他走二十三秒回來 但是在這個千四米 他如果走到一些相應好的步速 其實他用二十三秒沒短 他會有機會追上來 因為這次的檔案不是太差 而看視閘的神操 看到他的力度比之前好很多 好很多 好很多我難量化給大家聽 但是你預期 他亦說真的 他都沒有跑過千四 你又知道他不行 那個力度的好 是比起他之前跑一千千二的 更加出色 如果你問我這隻馬 現在是他之前跑的能力 新高點 那個新高點 初跑千四能否征服到 我怎麼知道 神經病 你問我 但是怎樣 這隻有賠率 你說是有賠率 你都放進來 是呀 因為這場有熱門的馬 不是太穩陣 譬如競進天下 全程路通 老實說 上次都是贏條頸 變得厲害 所以這場是有冷門馬很多 都有機會走進來 即爆冷的場次 這些是挺好的 他戴了眼罩 沒有跑過 又進步了那麼多 他不代表他不行 所以這些馬 大家都認為值得試試看 而如果這隻馬 由上次五十多倍 變成十多二十倍 你小心點 真的有機會得到的 機會很大 有三隻可以畫了 其中一匹 就是十歲的贏科超影 我就不信湯姆辛兩隻馬 揀鬼上身 當然 當然 這隻馬 已經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 繼續持續地讓他騎 下了一班 都不夠跑 贏科超影 他這些大後上馬 跑五班 谷草1650 換蔡明少會好些 始終騎開 贏開 看看廖康銘什麼時候找他 再減一下分 至於錶之多多 錶是放在丁冠號 都知道自己這隻馬 不是那麼厲害 所以 田大安一向幫你 是馬騎 又不要覺得大師傅 選這隻馬有機會 錶之銀河 每次都給你錶之銀河 你是時候 人家賣錶的 你走進錶行業 要怎樣 先生先配貨 先 要一隻努力士 幫我去州大陸買些金 買些手式 鑽石 肉 才可以配一隻努力士 黑水鬼給你 朱古力你又想要 你不可以每次都騎錶之銀河 都可以益 都可以益 你都要配貨 所以錶之多多 這些就屬於那種類型的馬 另外就是喜盡風彩 喜盡風彩 這隻馬 評分就落到新低 之前都叫做有些非 在千二無論是田草菊草 都貼過兩次給大家 有些追細 但後來發現 這隻馬的能力 都不如理想地高 那次我說 在頭圓搏第一劑 第一劑都不行 因為雙眼紀錄 騎士對動作有異 結果跑羅 這隻馬都沒什麼 這次又怎樣 放手 諾斑 換人 報紋 背小四磅 我都不太相信 看看是否我看錯 原來千二馬要熱身第三鋪才行 我認為這機會比較小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馬迷早晨 稍後還有第二集的馬迷早晨 遲了出片跟大家說 真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我右眼很痛 只是那隻眼流眼淚 不知道為什麼 又不是輸了馬 輸了馬也不會流眼淚 比女妃派好人卡 可能會 所以治療了一陣 休息了一陣 眼都還是有點腫腫的 希望不是生眼挑針 我又沒有看AV 沒有理由生眼挑針 不要說那麼多其他題外話 大家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待會還有第二集的馬迷早晨 和大家見面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 我們待會再見